自从胖大人事件爆发以来 小S萤幕形象受损 甚至连带影响小S代言 十月初才刚为素生一拍摄 这一季最新广告 相隔不到两个星期 却传出小S遭到撤换 改由预方代言的消息 身兼品牌发言人 及创意总监的范可卿 十月十八月就否认撤换小S一事 我们也是在电视当中 广告由小S来代言 但有许多的 也引起大家很多的讨论 那么小S和我们之间合作的关系 在过去的基于七年来的 这种非常密切的有益之下 我们目前并没有 对他的合约有任何任何的行为 但是因为商业活动 必须继续进行 所以我们就请到了预方 本来是不准备 让他这么早曝光 但是基于现代比亚特殊的状况 我们希望他可以帮忙 在这个时候 受访时范可卿不止一次重申 与小S合作近七年当中 双方建立相当深厚的友谊 他还表示代言是一时的 朋友是永远的 他更进一步说明厂商目前 不会对小S合约 做出任何求偿动作 对他的合约来讲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那么因为像我以前 在进行某一些SK读 大家也知道 我以前在做的时候 同时也都会有四到五位 不同功能 不同场合的 这个代言会出现 所以我们并没有 对小S合约做任何的改变 让生完第三胎 不到半年的预方 否认自己并非代言人身份 而是友情见证 帮在风头上的 小S出席活动 我今天必须要说的是 我今天真的就是 友情美丽见证 所以呢 我不是代言人的身份 代言人还是小S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